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荐人选必须符合党标准 有能力以及被人民接受者 这人不一定担任区部党职 他说 巫统是以三大元素作为临选候选人的标准 其亦有胜算 被党接受即受人民欢迎 另一方面 沙巴土团党坚持捍卫该党在沙巴的六个国会议席 沙巴土团妇女组主席阿兹·沙顿说 沙巴土团妇女组坚持党必须捍卫现有的六个国会议席 即古达 兰脑 宝佛 石碧丹 比鲁兰及李巴兰 绝不向任何一方妥协 虽然沙巴土团所属的沙盟和沙巴国阵共组沙巴政府 但是 双方已公开表明要捍卫的议席出现重叠 沙巴巫统坚持国阵巫统赢得的议席 不应该出让 应归还给国阵 但是土团认为 国会议员已在土团 应加油土团继续照顾这些选区选民 虽然目前双方还没正式会商分配议席 一般相信 这会是双方合作的最大绊脚石 另一边乡 沙巴明星党主席沙菲毅建议州政府 配合联邦政府同步解散州议会 让国会和州会选举能同一时间进行 沙菲毅指出 他对政府迄今依然不愿举行 布加亚区州议席补选感到不解 毕竟多个州属已先后举行周选 关病疫情已不再是阻止补选举行的理由 他不排除或许是因为州政府担忧 若举行补选 明星党或会在蝉联布加亚区州席 届时他们可能要花更大力气和花费 来拿回布加亚州席 持续关注疫情 沙巴关顶单日确诊病例在突破300宗关口 昨天激增369宗新病例 沙巴于8月5日 即从今年3月30日来事隔4个月后 首次突破单日超过300宗 达到315宗病例 如今不到一周又出现单日于300宗病例 沙巴关病事务发言人马希迪指出 新病例的激增是随着呈阳率的增加所致 他说昨天送减样本数量为3034个 呈阳率是13.32% 另一则新闻 河岸居民命丧恶口的悲剧不断发生 沙巴政府终于同意放宽限制 允许人民有限度捕杀鳄鱼 沙巴野生动物局总监奥古斯丁指出 人民必须向该局申请捕鳄执照 方可在出现恶宗的河流合法捕杀鳄鱼 当局将根据被捕获的鳄鱼数量 向捕猎者收取不同费用 其每条大鳄收150令吉 每条小鳄收30令吉 根据一项研究报告 沙巴十条主要河流 约有2886条鳄鱼 当中 以金纳巴当岸核最多 占1368条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